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 宜德台湘和澳洲的珍卑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材氏珍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正爱部和浪冷气 继续壮大纵纳模式力量 好了 今节又回到我们这一节疫情观察的时候 在7月31日的法国 多达数万人在法国不同的城市和街头上 抗议政府为了抗击第四波新冠疫情 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和健康通行症 就是所谓的疫苗护照的做法 尤其是在巴黎就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很不幸 搞一搞一种变成警民之间的激烈冲突 当中也因此而导致三名警察受伤 真是想不到 这个疫情不是誘法经济问题 而是誘法示威问题 甚至誘法出暴力冲突 出现这些暴力冲突恐怕 这个疫情就没有办法抑制下去了 有时候有些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都有 当时的视频 放了出来 很多人做些什么 一般是扔下石头 更严重的 就是连汽水油弹都出动 连汽水油弹都出动 一旦动一下就要做这些暴力的行为 还有警察 因为遇到这些大规模暴力 也不是松手的 催淚弹 这些 走就少不免的了 但是在巴黎已经有接近1万5千人走出来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是和平的 大部分示威者是和平的 但是就是那少数人失去控制 这少数人就搞到当地都继无鸭血 不过你猜不到 为了压制疫情 法国政府事实上是在做一些 我个人认为是在做一些对的工作 但是就令到很多人非常不满 而这种不满看来在不同的西方国家都陆陆续续地出现 较早前澳洲Sydney也出现过类似的暴乱的问题 现在就好像火一样 到处燃烧 有些人还衰竭做些什么呢 就是将一些二言物品拿出来 放在垃圾桶里 哇 煮熟 煮熟 搞到这个情况是非常混乱的 不过法国政府这方面就没有任何让步的 无论这些示威者怎么搞都好 他们只会继续由警察来处理 政策上没有放松过 接着来的日子也会进一步修紧防疫规定 从法国的8月9日开始 所有人进入咖啡店 坐巴士都需要一张特殊的健康通行证 尤其是一些接种了疫苗的人才可以拿到这张通行证 换言之就是以间接的方式来逼人去打疫苗 但是始终有一部分人死硬派来的 就是反对疫苗这种行为 反对疫苗这种想法 而他们就成为今次的示威事件里面的中坚分子 一个人站出来反对疫苗 从中你可以见到 其实在西方社会 很多很多人对疫苗不信任 到目前为止都是 而这帮人 这种人无论你做些什么都好 他们都是跟你撑到行 撑到底的 这种人其实就对防疫 整个防疫的工作是很大的干扰 他们自己不要命都算了 对不对? 但问题是当万一他们感染了之后 他们是被没有打疫苗的人 更容易诱发出重症 当多人确诊的话 尤其是透过这些群众聚集之后 有发出确诊 就会对当地的社会 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的压力 造成严重的压力的话 大家就恐怕回到去年最恶劣的情况 在2020年很多西方国家的医疗系统都近乎崩溃 很多医护人员做到有戏没有订头的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出现的话 我个人认为会很大的机会会再出现 问题就是令到这个工作没有办法持续进行 以及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问题究竟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呢 主要的原因都是这帮人不肯打疫苗 而造成我个人认为 现在各国的政府都以一种敬酒不饮 喝罚酒的姿态要逼他们打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 非常正面的 要你打不打 是都要人逼的 对不对 不过如果不再强硬一点来做的话 后果恐怕就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都有蜂友都是居住于法国的 我相信有听我们节目的蜂友 相信都一早打了 如果你还没打 就立刻尽快去接种疫苗 另外我想讲一下日本 日本已经连续数日在这个确诊病例破纪录 现在开始当地的社会 很多人都认为开始习以为上 多了确诊而已 没什么事 反正又没轮到我 这种情况就带来另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社会慢慢慢慢缺乏这个危机感 缺乏危机感 事实上才是面对这个疫情最大的障碍 缺乏危机感会怎样呢? 就是在防疫 在个人防疫的意识上会下降 口罩少戴 又或者会更加不介意出现一些多人群众聚集的地方 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导致更加更加多的人受到感染 还有 再加上现在 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万一这些疫情继续扩散下去 好像现在这个速度扩散下去 影响到一些外国的运动员 影响到他们 是小的 我觉得最大最大惡就是 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参加奥运 多年的训练 因为一次的确诊 付诸流水 过去已经出现了有不少的运动员确诊 因为这样而退出比赛 如果是以目前的速度来看 我相信真的会有更多的运动员感染到 因为平时他们不是比赛的时候 自然就不一定只留在奥运村 当然是去市内观光矿下的 很正常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连日本社会里面 很多人都缺乏这个危机感 缺乏危机感 才是对抗疫的工作里面 最大的问题 就是除了对疫苗不信任之外 现在这个缺乏危机感 都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问题 所以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在节目 和大家分享一些世界疫情的讯息 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都是 希望大家保持这个危机感 保持这个危机感 大家都可以在疫情上面 注意多些 不要聚集在人多的地方 平时出入都要戴口罩 尽量做到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这一件事才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实目前疫情的情况 不单止在世界各地 开始翻发覆发 而且都爆得到几快之外 就算在中国国内 都有这个爆发的压力 所以尤其是这个Delta变种 在很多研究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Delta变种的感染能力 是比以前那个变种 以前那些旧的版本 是传播能力高很多很多的 所以现在就需要接种 接种了疫苗可以避免有发重症 就算你感染到都是轻症 接种了疫苗也都不要放松 要保持社交距离 因为过往也都 尤其是在美国的研究也都有发现 就算你接种了两剂 但是你身体也可以攜帶着这个变种 你自己没事也都很可能 将这个变种传染给其他人 所以为什么这个防疫措施 大家都还要保持下去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第三单又想说一下 这个美国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在去年就非常之厉害 之后拜登上台之后 接种的速度都颇为快 现在也都需要大家 就是需要美国人 要再加速接种 但是当地也有不少的人 对这个疫苗 抱持一个不信任的态度 再加上 有些的措施 有些的周分出现 就说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打好渣了 这些说话就说得太早了 很不幸 现在这个Delta变种 可以说得上席卷全美国 现在有些周分出现大量确诊的情况 也都因为这样 导致他们的医疗系统 出现一个超负荷的问题出现 有些护士还觉得 现在已经回复去年的情况 去年最严重的情况 在7月23日到29日一个星期里面 美国的确诊数 已经超过11万例 这个数值是今年年初以来 最高的数值 至美国全国新增 新增确诊病例大约20% 在一个星期里面出现 占了20% 越来越多 尤其是佛罗里达州 再次成为 这个美国疫情的爆发点 当地的护士也都说 他们忙到根本没有时间休息 感觉就好像回到去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压力下 现在就对护士、医护人员 是难以想象的压力 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万一医护士的系统崩溃的话 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病例目前大幅增加 医院已经没有了病床 搞到有些医院还要睡走廊 要病人睡走廊的后果就是 感染更加容易传播 再加上大量的确诊人数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很多的确诊的人士 在医院里面 对医护人员的健康 也都造成很大的压力 有位叫做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护士 叫做Lawrence 他就说到目前现在的情况 就跟去年12月 今年1月的高峰的时候差不多 又回到起点 搞了大半年 以为可以送一口气 怎样不知道 又来过 真是大件事 还有一个更加 我个人认为更加不可取的就是 美国有些州份 那个数据 是更新慢了 疫情数据出现 放 辞缓 还有 在数据通报的时候 就是刻意地 不再每天更新 但事实上 这个确诊数 是以一个惊人的速度 正在爬升 但是再加上 各州的卫生部门出现 报告辞缓的下 就会令到一般市民 不知道那个实际情况 当大部分民众 以为 那个情况好像很好 那对他们在生活上 作出决定的时候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以为是安全 口罩都不用戴了 就出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令到更多更多的人 变相是鼓励了这个疫情传播的 还有 佛罗里达州州长 在今年5月 就是过去 2个月前 3个月前 现在8月 3个月前 就宣布取消了防疫措施 之后 这个州 就降低了公众报告 对新冠数据的公布频率 而当地的卫生部 每日发布的疫情报告 就改为每个星期发布 还有停止发布实时数据 尤其是死亡的统计数据 正正因为这样来导致佛罗里达州 疫情严重反弹 所以 如果数据不得及时的话 是很明显地鼓励了这个疫情 在这方面 我个人认为中国 就做得非常之好 持续一年多 都是实时公布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呢 出行的时候 亦都可以 有所防备 美国有时 在这方面 我觉得 真的做得 不是那么好 是不是 那美国的网友 希望大家就 小心一点 出行的时候 未打疫苗 尽快打疫苗 那好吧 关于这个疫情的问题 我们就分享到这为止 下期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拜拜 拜拜